终于下来了 等你好久啊 你们女生口中的 十分钟十分钟 那就是三十分钟 没有啦 也没有这么久 怎么衣服都没有晕一下 有点皱啊 跟我干嘛 你爸妈不一起上去吗 我爸妈他们中秋节会去 中秋节也没时间嘛 行那我们去买个早餐吧 好吧 你想吃啥 我不想吃 你想吃啥 我不想 你干嘛 你给老师蹦着蹦着好不好 吃点东西喽 买了几个包子了 好吧 嗯 走吧 这里吧 老板可以吃啊 老板 你想吃啥 都行 都行 来两个鲜肉包 两个鲜肉包 两个鲜笋包 可以吧 带两杯豆浆 可以啊 好多啊 吃不完吧 一人两个嘛 你这么瘦 多吃两个 讲真理 吃了吗 吃了啊 看真理 吃大鲜 这鲜肉包 这个鲜肉包 还没来吗 不在路上 你知道空手吗 我爸妈前两天提东西去了 因为我毕竟上班也没挣到钱 嘛 啊 你是谁 谁来的 爸爸 那 总要提点东西吧 我爸妈提过了 没事 没事 我给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什么 你不是说带我去那个吗 带我去 没有啊 我只是让你送一下我们 你不是带我见家长吗 什么叫见家长呀 来 我给你提的东西啊 啥呀 这些都是 你这么多干嘛 那见家长肯定要隆重一点啊 多准备点东西啊 这些你提去吧 好不好 月饼和那个燕窝牛奶 酒啥的 所有 不要不能用这东西 不是 因为我爸妈已经提过了 我去那我 你就是看一下外公外婆吗 那我没提啊 我去我怎么提点东西吧 那你 你不用去啊 怎么 你不是让我送你去吗 我怎么就没有去了 就是你送我到这里吗 意思是我就把你送到这里 然后待会你外婆来接你 你自己跟你外婆坐船走 然后我一个人 我自己开车回去 嗯 就是 就是 我变成了一个司机了 那我不是也答应了你吗 你答应我什么 就是过两天跟你去玩呀 好天哪 到这里可以钓鱼啊 如果你 如果你 你不带我去 去岛上玩一下 因为过节嘛 我怕带过去外公外婆 他们会 误会 然后岛上 可能也有其他客人 有什么误会 我就变成一个司机 而且我可能在那边 到时候我可能在那边 住我一两天左右 那你怎么下来的 怎么下来 到时候我这久 还过两天 哇天哪 钓了这么大的鱼 我天哪 比我厉害多 这个鱼溜了多久啊 溜了多久溜上来的 这是赶鱼是不是 哇天哪 好大一条 那你问一下外婆还有多久过来 好 好吧 东西的话你就要提个去的 那你 太多的话你就提四样去嘛 你就当我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 表达我的一份心意 你知道吧 好吧 你就当我送了 但是外婆也不 你知道 你就提 提四个吧 提个 糕点 然后燕窝 牛奶 来 拿着 回头你看这些多少我专给你的 哎呀你跟我讲这些东西干什么 这个味道高 提四个可以吧 四样东西可以的 拿着啊 那我就 意思是我就可以撤队了 真羡慕他们 我也好想钓 我好像 我想上岛期钓到来 下一回吧 那行吧 那我就 因为我这次下去 我也没有提前跟外婆说 我会带人 好吧 那 那 我就走了 好吧 那拜拜 拜拜 你走吧 没事 你走吧 记得啊 那答应我的 我们到时候去玩 你不能又爽约 不会 不会 好嘞 拜拜 拜拜 回去小心一点 不要想我啊 好